美媒报道 汇总了过去一个星期有关南中国海的事态发展 中国没有说明是否在南中国海它所建造的人工岛上部署了导弹 但中国声言有权在它所声称的领土上采取任何行动 那些导弹可以用来打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船只或经常飞越那里的外国飞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5月4日表示 中国在南沙群岛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和平建设活动 包括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 是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也是主权国家享有的当然权利 它否认那些建设是军事化 指责美国增加那里地区的紧张 声言美国需要考虑由此带来的后果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提醒中国尊重基于规则的南太平洋秩序 并表示关切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马克龙总统星期三5月2日说 中国的崛起对各方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但维护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发展 尤其是在印度洋到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 维持该地区的必要平衡很重要 特恩布尔总理则表示 中国是靠着这个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才获得经济上的崛起的 他说我们欢迎中国的增长带来的所有好处 但是我们当然也致力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两指以及实在的标准 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了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提名 太平洋司令部新司令戴维森 先前在参议院确认提名期间提出证词说 中国在谋求南中国海控制权方面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他呼吁增强美国在印度洋到太平洋地区的海军 陆军和空军力量的投入 主要是遏制中国的步步紧逼 或阻止集成事实出现 本文转自VOA略有改动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铁索含微信公众号 聚焦国防 关注战略 装备 科技 智库等